日系日用杂货品牌无印良品在海外的第一家生鲜超市复合店 最近在上海开幕 从生鲜鱼货到大夹蟹 应有尽有的多样化商品 跟过往无印良品给人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店内的装潢陈设以及一些服务 包括先切洗好的这个蔬果生鲜 以及各种串便便的食材 甚至是熟食菜肴 仍然坚持延续他们无印良品的风格 无印良品把超市复合店推向海外的做法 展现企业野心 但是这种简约温暖系风格 能否经历得起这个菜市场大爷大妈的考验 就有待观察了 当日本简约疗愈风格的居家日用品店 与大陆的生鲜超市合并在一起 会蹦出什么新滋味呢 答案是这样 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间复合店 上周四在上海开幕 除了贩售招牌的生活家具用品与服饰外 各种身心渔获水产与青菜也应有尽有 特别接地气的无印良品 消费者坦言 加入了生鲜超市的无印良品 大幅扭转了过往印象 冷淡风嘛 对吧 原来我们形容无印良品 对 但今天这个就是很多 大爷大妈 对吧 就是有一种菜市场的那种感觉 在这间总面积达1200多瓶的新店面中 不仅有标榜凌晨两点采摘后直接送到店内的新鲜 连上海人最爱的大闸蟹也不缺席 而且各种生鲜食材都经过初步切洗也是卖点 这种餐变变的设计虽然价格稍高 但消费者乐意买单 看准近年在大陆逐渐吹起的烘焙风潮 新店面也设置了一站式烘焙专区 这儿有烘焙的面粉搭配了烘焙的辅料 最下方还有烘焙的工具 所以这三个货架就实现了烘焙的一站式购物 店内也贩售各种烹饪好的菜肴和主食 锁定没有时间开火的消费者 我们有主食 那么价格也不贵 然后在主食的基础上 我们还有很多的小食有鸡鸭鱼等等 然后顾客在这边可以进行一个自由组合的搭配 我平时逛超市就不知道买什么 但是在这儿就会启发我很多购物的灵感 无印良品进军生鲜超市 上海店并不是首例 早在2018年 无印良品就在大阪开了第一家超市负荷店 还以1200多瓶的面积被昵称为 MUJI全球最大菜市场 这种负荷经营模式并扩展到京都 今年5月更在横滨开了第三家超市负荷店 这次不仅有生鲜食品的贩售 还设计了现场烹饪展示的空间 让美食家在台前烹饪的过程 不但可以与现场顾客分享 还能及时与网络观众互动 至于上海这间则是旗下的第四家超市负荷店 同时也是海外第一间 但与日本负荷店内的生鲜产品 大多是与在地小农合作的经营方向不同 上海的生鲜部门采用与京东旗下 7Fresh超市合作经营的模式 无印良品主要负责装修与橙设 超市区也是延续了无印良品的装修风格 采用的都是矮货架 所以一进门就能够看到底 给人的视觉还是比较开阔的 商品都摆放的比较有层次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搭配好 无印良品历经疫情下的低迷 如今迈开步伐 把超市负荷店推向海外 要让各地消费者的11柱多面向都能有无印良品式的感受 从以人为本的这一点出发 我们在超市的里面提供了更多的半成品 更多的一个组合搭配 能够让顾客回家以后简化他们的操作步骤 让他们能够更健康 这种日系简约而且体贴的风格 能否透过超市发展 真正在地化 仍有待市场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